如果說是香港置業困難 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推出幾項房屋政策 包括首置上車本 和將新居屋定價和市民收入掛勾等 希望為市民解決置業困局 有智庫組織發表一項調查顯示 近8成5的受訪市民認為 政府又責任確保所有香港永久居民有適切居所 同時有一半受訪市民認為 政府又責任資助一半收入的香港永久居民 讓他們一生人有一次機會成為業主 專家又如何看這個調查結果呢 以前香港是標榜一個自由市場 標榜我們自由、自力更新 但這兩條問題標榜出來 其實是反映到自由市場失效 很多家庭是很難自己 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儲錢去置業 我想這是社會的現實 未來香港就市民對供應房屋政策的看法 在7月23日至31日進行這次調查 以隨機形式臭樣 一共完成了1048份問卷 8成2受訪市民表示 首置房屋應該只是滿足市民的自住需要 政府不應該容許業主出租單位逃離 針對首置房屋的轉租年期限制和價格 有2成3和3成2的受訪市民認為 單位應該分別在5年或10年後 才容許業主轉租 7成3受訪市民認為 應該參考轉租時後其他資助首置房屋的價格 賣給其他合資格人士或賣給政府 致富組織分析說 考慮現時香港市民迫切的住屋需要 政府應該將供應房屋市場 和私人投資市場分割 如果你給政府幫助市民去買樓 政府應該澄清 這個買樓是只買一個自己的樓 給自己居住 是一個居住用途為主 還是將來有一個投資作用 即有這個作用呢 我們認為這是時候 應該將這個市場分割開 自住的市場就是自住的市場 他不需要預期將來等到投資市場 分割的意思 就是居屋出了單位 是一個政府很大責任去幫忙一個市場 而你一個私營的自由市場 即是私營的自由市場 就應該和公共那個 就不要再怎樣拉上關係 未來香港召集人李華明 同意政府需要增加土地供應 解決房屋問題 又說已經開展了四個月的土地大辯論 欠缺有關市區重建的選項 認為政府可以考慮提高 已發展地區的地績比率 增加單位供應量 Live TV 記者劉麗堯報道 都會有關市區重建的選項 都會有關市區重建的選項 都會有關市區重建的選項